《情迷英倫》 主持 王仲綺 又回到這集《情迷英倫》的節目 這集稍後會訪問不同的嘉賓 有些新來的朋友 亦都有一些在這裏創業 創業在英雅節做月餅 問一下英國做月餅有沒有得做呢 跟大家訪問他們的嘉賓之前 講過不是很消息 英國都會濟水 最近真的很少下雨 原來水塘乾水 乾水就要濟水 我非常擔心 第一 看看跟自己有沒有關係 就是北部的東南部西部都有 濟水 不同日子有不同的濟水 就由8月中開始了 就是有些開始了 東邊是Jerosa的地方 南邊就是Southwater 和Southwater 就是南邊那些 包括小弟的家 在內都是製水 一想起製水 大家年輕的朋友 就不知道香港製水是怎樣的 我經歷過 那是不是真的要拿水桶出來 處定一些水 隔日供水呢 原來英國製水 這次的安排 英國和威爾斯的製水 就是這樣的 有些事情就不准做 不准做是怎樣的呢 第一 就是花園 和植物 你就可以去淋水 這對很多人來說 就很嚴重的 因為那些花花草草 是命根來的 尤其是自己有花園 門前有花園 但是希望做得美麗的 沒得淋水 真是大件事 而夏天呢 就更加重要 有些人在家製造個泳池仔 吹氣那些 裝滿一些水 或者你厲害一點 有一個池塘 不可以灌滿一些水 用一些水來灌滿它 這個最實際 沒有得洗車 抹窗 洗牆身 這些通通都不准做 其實是禁水力 其實你看回政策的目標 都是不讓你大量用水 但是盡量不影響你日常的生存 和生活 遺者被捉到的 就罰一千磅 也有阻嚇成作用 一千磅很多 有很多是半個月的薪金 但是有一些東西 仍然可以處理 可以用得到的 譬如你是 宗教性用水 醫療用途用水 洗車 洗車屋 農場 等等這些 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只是剛才所謂 被商業用途的住宅 是不能用的 即是說 對那些商業的公司等等 就沒有影響了 洗車 農場 其實這個都很聰明 就是 政府永遠都是計算的 如果你說製水 好像上次 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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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就是收窄雨水 一說製水沒多久就馬上下雨 希望有些幫助 就快點取消這個所謂禁止大量用水的法則 或者用灰水 灰水就是用過的水 簡單來說 就是浴室也好 其他洗手盆也好 總之污垢垃圾的水就拿來淋花 覆蓋你的植物或草坯 讓它保持水分 種植一些抗旱的植物 分衣草 挺有趣的 如果你不能用水管的話 你應該怎樣打理花園呢 如果不能用水喉的話 你應該去安裝一些淋花 用一些糊 淋花 淋在根部 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早上灑水 避免蒸發 這是挺有趣的 安裝水槽當然不會 這是要付錢的 簡單單單說 最近英國因為乾旱 所以需要製水的安排 這個都 真是 暈身 無小事 這是最直接的影響 大家到時 住在英國的朋友 又會看看自己住的地方 究竟有沒有受到這個製水的影響 電話旁邊有一位 新到英國的朋友 叫Kenneth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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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英國下地多久 大約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請問你 適應了時差嗎 時差就適應了 適應了 我找Kenneth訪問 我們這麼久以來 都訪問了不同種種種的人 有專業人士 有普通的小市民等等 Kenneth 他過來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這個心態 香港的環境 大家不小 有些是安居樂業 有些是心理上 有壓力各樣的原因 都好 那就決定留在這裏走 或者 移居也好 移民也好 旅居也好 各樣都好 各個都有不同的考慮 總之 知道機場 人頭湧湧 去英國航線 和歐美航線 找Kenneth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Kenneth 就是入境處前的員工 我們就不是說政治 也不是說政府的官僚體系 那樣都好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Kenneth 你是作為一個紀律部隊 的前員工 前工部 你究竟用了多少考慮計算 究竟為甚麼 除了說那個氣氛、氛圍 不要說 有些人就很著弱 有些人就很低迷 各個都不同的 不要說 你用一份工 先當一份工 或者一個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工也好 你怎樣去想 你離開你的崗位 而來到英國 我想你英國一定還不回入境處 是吧 HOME OFFICE 還是沒有的 那其實 你是不是一撒時衝動 Kenneth 大佬 很多人都恨做公務員 大佬 我都做過很多的考慮 公務員 真的很難離開 真的要考慮很多條件 最主要的條件 我都是考慮子女 全部都是子女優先的 全部都是子女優先的 子女教育 就算是沒有移民潮 也好 很多的紀律部隊 也好 公務員也好 甚至是中產人士也好 都送子女來讀書 尤其是留學 尤其是公務員 更加有這個津貼 那為什麼你考慮子女讀書 你不是考慮拿政府的津貼 過來英國讀書 現在是不是封閉了 因為我是 新製的公務員 是沒有海外津貼 沒有海外的教育津貼 本地的教育津貼都沒有 那意思是你是屬於新製公務員 即是2000年4月後 我是2000年7月後入職的 2000年7月後入職 所以就叫做新製 即是舊制就算不錯 有子女教育津貼 海外津貼 又有長逢 即是說 其實 以你所見所聞 是不是大部分離開政府公務員的 崗位選擇移居 旅居移民或專行 都是新製之後的公務員多 舊制沒有什麼人會離開 不離開 我想我比例是三、七度 七成是新製 也有三成是舊制 舊制也有人 舊制也有人 舊制也有人走 舊制也走 我真的學習一下 不要說新製 舊制的公務員 如果離開工作崗位 他會損失了什麼呢? 會 他呀 他不是損失了 他損失了他的工資 首先 到退休年齡 會有長逢 就會拿少一大部分 其實也有長逢 他們就會少一部分 你新製的公務員 等於你每個月高強積金再加多一點 即是你當純粹只是沒有了一份工 你考慮一下 純粹沒有了一份工 和沒有了宿舍 沒有了公務員福利 那些醫療福利也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醫療福利 這些醫療福利 英國就有NHS 都沒有什麼 英國就有的 也有福利 但是沒有了一份工 這個我也有興趣問你 你沒有了一份工 那份不是普通工 即是你叫做新高良準 不要說這個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更加比普通的 公務員或者一些所謂 志願服務機構的員工更加高 那你那份量很厚 那份量很準 但是新高 我們的升幅 其實沒有私人工那麼高 明白 計算三個percentage 同一份工 當然就好像差不多 但是外面私人工 即是過堂 這間公司過過那間公司 又會加那些 他們會比較多 是 但是我就想問你 先說一份工 那你當是沒有私人市場那麼高 那就看一點點工 還有風險性 起碼一個穩定 和一個人工高 就算你不是很高人工 但是相對來到英國來說 就是很高人工 起碼稅務上面 減了稅務上面 所以你在選擇來英國的時候 如果你是新製 你就是年輕力壯 壯年 那你來到英國 即是不同我們的退休人士 那你當然是考慮 來到這幾十年 怎樣求生 那你有沒有做過一些比較 你作為企圖部隊 來到可能是逼得回 但是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想過做過一些什麼調查 你來到這裡怎樣求生 其實就是因為之前也有些同事 都來過的 即是都已經被我早來了 那他們的同事也不是很厲害 是的 同事也有的 我看到他們又不太難 那雖然就 看你找什麼 但是 什麼玩? 你說? 看你找什麼工 是嗎? 是的 找一些比較前線的工作 即是藍嶺的工作 都不是那麼難的 人工雖然是低些 但是 其他生活環境 住各方面 都好些 都是看你什麼選擇 譬如你在香港 找份幾萬元的工 但是 住在五六百尺的房子 但是來這裡 找份萬幾兩萬元的工 但是住在二千尺的房子 都已經有個分別在 看看你的心態 能否作出這個調整 明白 明白 但是問題是 你覺得可以作出了 那你 上個星期 訪問了一位 剪頭髮的朋友 他呢 兩年前 就開始部署 來英國 兩年前 又學水電 又學剪頭髮 看看哪一塊 他不懂的 兩人都不懂的 最後就選了剪頭髮 剪頭髮之後 跟著師傅 埋頭苦幹 兩年 然後看看 來到之後 可不可以 找個技能 去找個技能 那你 阿Kenny 又有沒有 這樣的安排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跟你再談 OK